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赤资15亿元新建的世博台湾馆在迎回新竹市之后呢 其实三年来营运并不如预期啊 甚至在媒体积奉为叫做地表上的最大补文灯 新竹市长林志坚呢 面临到这台湾馆变成了文字馆的难题 其实市府团队也是伤透了脑筋啊 多次开会研究 那么现在决定说这台湾馆要转型了 转型成为什么呢 就是儿童探索馆呢 今天也举行签约仪式 在今天下午就要进行了 台湾往内单元呢 我们今天为您连线的就是新竹市长林志坚市长 市长您好 主播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当初这个台湾馆在上海世博会当中是大出风头啊 那么甚至说是最夯的一个场馆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其实就是世博台湾馆的主题曲 台湾的心跳声 为什么说这个台湾馆迁回到我们国内 那么现在 却好像营运之前不如预期 是水土不服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啦 因为天灯大多数的人会直接联想到是新北市的平溪 不是新竹市 所以在当时设计规划来到新竹的时候 我们觉得可能跟在地的连结缺乏了更多的关联性 所以对于市民而言 他没有足够的认同感 那也因为他的这个诱因不足 所以来过的人 下次再来的机会降低了 所以我看 我认为这是造成这个营运不佳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市长有谈到说包括跟新竹在地的一些连结 还有就是说这个访客来了之后 看过一次再访率的不高 这可能都是这个台湾馆所面临到的一个难题 其实之前也曾经发包给委外营运 后来说这承包商好像是不堪亏损 就去年就已经解约了 现在是否其实是想到新的一个路子 跟联发客这边签约 那么今天其实也就个签约仪式等 是不是帮我们谈一下 这个计划从筹备发想还有接洽的整个过程呢 OK 因为新竹市很特别 我们儿童的比例非常的高 14岁以下的孩子 占我们人口比例就高达18% 所以我上任之后呢 致力于将新竹市打造成一个儿童城市 那原先其实我们的规划 是要将这一个空间打造成一个儿童的图书馆的方向 不过我们在一开始就设定希望能够寻找在地的一个企业 一起来合作 那很意外也很幸运 就是我们在地的企业 而且是国际知名的科技产业 我们的联发科蔡董事长 他就透过了管道 主动表达愿意 协助新竹市政府 在世博台湾馆的这个活化上 做一点努力 所以我们就跟蔡董事长有了几次见面 然后做了意见的一个交流 那董事长其实很支持 儿童城市或者是我们要打造儿童图书馆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不过他更希望能够推动或者是深化这个科普教育 因为他自己是科技人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他一直希望能够琢磨更多 所以后来我们共同的讨论 就将这个空间未来要打造成一个以科普教育为中心的一个儿童探索馆 那对新竹市政府来说 联发科不仅是协助我们 挹注我们经费的一个企业 更重要的是未来成为我们 在儿童探索馆上 一起圆孩子们一个梦的一个伙伴 是 所以谈到说这次联发科的一个协助就在经费上面 那么共同的希望能够打造个儿童科普教育中心 所以未来这儿童图书馆的部分还会有这个部分的规划吗 会会会 里头的空间还是会留下一个儿童图书馆的空间 那未来这个空间的打造上 其实不仅是包括图书的空间 也会有亲子的剧场 然后透过科普教育的展览 也会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商业空间 所以它会是一个多元 然后以科普教育为中心的一个基地 是 所以说会很多元的里面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些规划 那么有不同的主题 但主要是因为您谈到说新竹这边的这个孩子们的比例蛮高的 就绝对没有这个老化的问题 这儿童探索馆的兴建 基本上它的年龄层设定的对象 有没有说未来可能这个也许青少年啊 或者是小朋友们都能够在这边找到他们可以棲息的地方 没有错 就诚如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我们会把它设定为儿童探索馆 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它年龄层的一个范围 然后不仅是小孩 其实青少年未来也很适合在这里 透过一个科普教育的展览 然后对于好比说这个游戏类的一个互动 然后有一些深度的一些设备 让不同年龄层的包括孩子啊青少年 都可以共同在这里 一个学习知识啊 启发梦想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我觉得其实因为有孩子就会带来家长 事实上家长也可以一起借有这样的机会 来做更多的一个认识 其实我觉得年龄层上 应该可以从小孩青少年 甚至于到于我们像新竹市普遍的这个年龄层 大概30到40岁 我想这个都会在未来儿童探索馆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是今天签约呢 儿童探索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启用了 现在是这样 因为签约以后我们要必须透过规划 那规划之后大概才能够计算出那个施工完成的时间 不过我们不会刻意这个为了要急着完成来抢那个时间 最关键还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空间 创造是一个最适合未来这个儿童使用的一个科普教育的一个中心为目标 是我想听到这个儿童科普教育为中心的一个目标很多的家长 甚至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觉得非常的兴奋跟期待 原来的这个天灯馆里面有个球体设备 后来是不是也会做一些拆除 也就是它的外观上面其实也会不太一样是吗 它的外观应该是不会改变 但是它的球体因为那些都是非常耗能 而且是耗损率非常高的这个科技产品 所以那些东西是会拆掉的 是 在世博台湾馆的位置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 它原本的这个是旧台肥仓库是不是 它未来整体附近是不是还有整个规划的一个构想 对 其实这个位置呢 位处于我们新竹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郎带上 因为它在我们新竹是公道五路 那公道五路是我们科学人区的一个通往新竹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廊道 那现在的基地呢 没错 是过去台肥的厂房 那因为他们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 那是否取得的一个用地 那未来我们会希望除了这个儿童探索馆之外 希望能够将这个空间打造成一个一文的特区 增加其他的一个这个公共空间 让更多的民众来到这里 不仅有儿童探索馆可以来这个使用 那未来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商业机能 或者是甚至于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展影中心在这里 是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一个规划构想 从儿童探索馆的这个形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文字馆的这个称号给洗刷了 那么接下来整个附近的一些一文特区 还有您谈到整个的商业机制 可能都可以带动这边的一个发展 好 台湾王赖 我是主播张庆林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是新竹市长林志坚市长 帮我们所做说明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播 谢谢你 谢谢 谢谢